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感谢清洁队员辛劳特别购买了240份的月饼礼盒赠送给花莲市清洁队 感谢他们平常用心来维持适容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感谢松城浩多年来一直关怀施工所的员工 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为了感谢清洁队员辛劳在中秋节前夕特别购买240份中秋礼盒赠送给花莲市清洁队 感谢他们平常用心维持适容整洁 因为清洁队每年一年到头很多节日尤其是中秋节也更忙 所以我们要来慰绕他们辛苦的工作人员 那我们这次带什么来啊 风心月饼花莲最有名的风心请他们吃 我们好像每年一年三节都会来 都会来啊只要有节日就来因为他们最辛苦了 市长魏佳燕也特别感谢松城浩常年来对施工所同仁的关心与支持 特别感谢廖美燕董事长魏梓杰总经理以及魏婉婷经理 那每一年的三节都特别的照顾我们华联施工所的清洁 那在这边也跟所有的企业宣导 如果有部分要捐赠中秋月饼给我们食物银行的话 也可以请下我们华联施工所的社劳客 那我们这边会从十三乡镇提供给有需要协助的弱势家庭 不管是月饼或是普渡物资我们都会接受来做登记来做分发 240份的月饼礼盒除了给清洁队同仁享用 也会和工程队员来分享 感谢队员们在台风期间24小时坚守岗位 守护民众安全的辛劳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